人生悠悠何不可欺負 記得你的趣味 慢慢休息又陌生 我認得你寂寞眼神 你是某個人 身處著我的悲慨 大家好 我是Carson 曾嘉欣 我來自香港 今天非常的榮幸 非常的快樂 可以在這邊跟大家見面 跟各位媒體的朋友 要介紹我的新專輯 因為剛剛在六月十十號就發生了我的首張 國語的專輯叫做《天安就是我愛你》 是 第一張國語專輯 而且在台灣已經先發行了 現在很興奮也很激動 而且聽說這次爸爸媽媽也特別飛來台灣支持 對 所以我感謝他們 而且非常快樂 很快樂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講今天唱片公司我們也非常貼心 我們特別準備了道地的這個港式小點 來這個招待現場的媒體朋友們 好不好 很開心很開心 但是我想呢 其實喔 因為我們都知道年紀非常輕耶 我們才23歲對不對 那專輯裡面幾乎都是一些很溫暖很舒服的情歌 你怎麼可以這樣詮釋得這麼好啊 因為我本身是非常喜歡聽情歌 然後我覺得愛情這個東西要是非常的很神奇 對 所以它影響到我很多的創作 所以對 很多我寫的歌曲 到我寫的詞好像在《沒有你的季節》這首歌曲 就是我自己寫的一個詞的部分 然後都是一些以前的愛情的經歷 所以這個創作的靈感來源是來自於愛情的經歷 大家有看過那個《天亮之前我愛你的》為電影嗎 那個情節就是也是跟愛情有關係 但這首曲是你自己創作的 對 那個曲是我自己寫的 這個靈感來源也是 就是好像那個歌名一樣 就是《天亮之前我愛你》 就是講一個一夜的浪漫 唉唷 是有相關的經驗 沒有啦開玩笑 好 那是其實真的在生活中 這個很多的發生的事情 都是你這張專輯裡面 可以聽到的一些靈感創作的來源 也包括其實我們都知道 其實在這張首張回語專輯退出之前 你有這個戲劇的演出 對 對 對 是不是也有一些靈感是來自於這方面呢 我覺得反而是演戲的部分是讓我長大 讓我覺得有更多的經驗去面對唱歌這個事情 因為從小時候開始已經非常喜歡唱歌 是 對 非常喜歡音樂 聽歌 所以 但是我在17歲的時候 就有機會就可以演戲 所以後來我覺得演過《夜問》 《大腦天共浮沉》 這些都給我很多的一些經驗 對 讓我覺得對演藝圈裡面的所有東西都更清楚 讓我自己就更進步 對 而且除此之外他真的很有才華 在專輯裡面有他作詞作曲之外 他之前也寫過這個也出過爵士的專家 對對對 在去年的時候 但是我想真的很開心 因為這樣專輯在6月14號正式在台灣推出了 然後呢在這個排行榜 其實已經創下非常亮眼的成績了 我們現在先來看看好嗎 可以看到呢在這個G-Music的排行榜 已經爬到了第二名的位置 好嗎